反過來講就是如果有這些情況的話 有立即明確的危害情況之下 這時候可以限制居住 還有強制遷居 這問題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進一步就會規定說 我們把這個同意權保留給居民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同意權之後 不是說你就可以直接依知權就來強制 必須要同意 說真的到最後同不同意 當然就是說會維持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我們對居住的地方會有情感 會有一些無法量化 無法被價值化的一些情感或者價值存在 這固然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如何讓他能夠怎麼樣 能夠在這個牽聚到別的地方 他可以安居樂業 他可以有這個他居住在就業或就學等等 這些問題可以被解決 那可是我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如果就丟給地方政府去做的話 我想這個難度多大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那我們這邊有被說必要時 必要時由行政院來這一個協調 那什麼叫必要 這個真的就後來 這個以後又是一個政治角力的問題 那當然現在變成說以前可能會有這個在野 這個縣市跟這個指證不同 不同團隊 那現在情況不一樣 這很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觀察 好下一張 最後啊最後就剛剛提到了 這些資料 你看這些資料會 進一步我們去試用這個國魯計畫法 去公告國土富裕促進地區的一個基礎 所以呢 到底這個是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收集到這樣的一個資料 到底要不要來公告 那誰來決定要不要公開還有公開的範圍 那我們進一步去可以看到 看到就是說 我們第五條真的是寫的不明確 不明確 那我們雖然都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些工作 在這個他分成負責是地資所在做 不過可能到最後還是 這叫政策決定的話 還是會回到經濟部 那雖然我們這邊有專家 專家委員 專家委員在這個地方 他到底只是個諮詢室的 還是說他的決定有拘束性 這個也是沒有規定很清楚 好下一張 好最後 最後就是說 那回到 剛剛這個有這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部會同仁提到說 說我們這些資料都按照 政府資訊公開法來處理 可是 可是我們在第四 在地質法第十七條第三項這邊 卻有一個 如有特殊原因 那中央處理機關 他可以同意不提供 那我就不知道這一條 跟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間 如果衝突的話 到最後是誰 是依照哪一條 不過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特別法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條規定會去阻礙 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的一個實用 那這時候 如果該公開跟不該公開之間 起了衝突的話 那我想這個不只是法律上面的問題 而是這會埋下一些 在價值衝突上面的一些因素 好謝謝 謝謝